嘉賓 校長 各位老師 家長 同學們 大家上樓好 我感到很榮幸能夠在這裡代表小幼畢業生獻詞 時間過得真快 一轉眼我就要和大家說再見了 雖然如此 我在培群上學的點點滴滴 都無法離開我的腦海 記得六年前 當我第一次踏進培群時 我對一切都感到很陌生 根本不知道客室和禮堂在哪裡 而且也經常走錯路 但是細心的校方安排了一位大哥哥來陪我吃東西 讓我感到不寂寞 同時我對學校的環境也不見熟悉了 現在想起自己當時那種傻呼呼 心慌慌的樣子 總會不禁笑起來 還記得一年級參加生氣禮唱笑歌時 我感覺非常新鮮 身體站得比直 胸膛挺得老高 雖然一開口就走音了 但卻中氣十足 歌聲響策雲霄 那一景一幕真令我回味無窮 我相信所有在座的畢業班同學都和我一樣 各有自己難忘的往事 我的童年有一大半是在培群度過的 對我來說 培群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家 是培育我茁壯成長的家 在培群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也在這兒結識了我的知己 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在培群 我經歷了酸甜苦辣的成長過程 度過了多姿多彩的學習生活 過去 我曾經希望這六年能快快過去 但是此時此刻 我的內心卻是百感交集 非常地捨不得 這六年的小學生涯 我遇到了種種困難 而且也經歷過失敗 但是老師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 在此 我要感謝培群的全體老師 感謝你們這六年來偶心力炫地教導我 在我感到黑心時鼓勵我 使我振作起來 在我勝利時與我共歡樂 我也非常感激父母 朋友 以及家人的關懷與愛護 在我迷失無助的時候 不斷給予我支持與忠告 告別了培群 我將開始新的旅程 結交新的朋友 吸取新的知識 在這裡 我要以這句話和大家共勉 在成功的道路上 重要的不是成果 而是過程 希望大家在將來 無論做出怎樣的選擇 都能克服重重困難 勇敢前進 此外 不論身在哪裡 都要實時記住我們的教訓 禮益延遲 以及我們的學生誓約 努力學習 爭取最佳成績 謝謝大家 謝謝 Samuel 和 Jin Ha 我們現在要邀請陳芬芬芬 去給我們的首領域 Jin Ha 他會接受他們 在所有的P6 領域 我們這年來的教育 請陳校長頒發獎狀 給2007年度 所有六年級的學長 學長團團長 將代表領取獎狀 謝謝